大货车搬马线前不减速 电动车被撞 七选老人锁骨受伤 两名男子直播酒后驾车 多次挑衅警察终被抓 好友大力推荐 变美案例数不胜数 女子割双眼皮手术失败 整容不成便毁容 做完之后这个眼睛啊 就感觉怎么说的 就感觉很恐怖 不法分子炮制造假生产线 以次抽好 蒙骗消费者 上海警方捣毁 一特大假冒商标犯罪团伙 案值高达两亿元 我们来关注出行安全 近日在河北保定 一辆电动自行车 在通过路口搬马线时 与一辆没有减速的大货车 发生碰撞 电动自行车瞬间被撞到 监控显示 事发当天下午2点30分左右 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 准备通过搬马线 就在他要到达马路中间的 安全地带的时候 一辆红色大货车 突然急速驶来 过搬马线的时候 并没有提前减速 在发现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后 虽然红色大货车的司机 采取了紧急刹车和向左打方向避让的措施 但是大货车右侧仍然撞上了电动自行车 致使电动自行车和男子旋转了180度后倒地 我们迅速赶到现场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已经被送去医院 据轿车司机和少者的家属介绍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没有生命危险 被撞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 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 经医院初步检查 老人仅锁骨处受伤 而该大货车司机在通过人行横道时 为减速慢行 负该其事故的全部责任 近日在贵州安江高速 一辆重型货车的备胎突然脱落 导致在它后面行驶的五辆车 发生交通事故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监控显示 这辆重型货车在隧道内行驶时 备胎突然脱落 在接下来的近40分钟里 相继有五辆车因避让不及 与路面上的轮胎发生碰撞 其中两辆车险些造成侧翻 索性无人员伤亡 事发后 高速交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设置警戒区域 将轮胎抬离隧道 随后民警通过路网监控排查 找到了肇事的大货车司机 大货车司机承认 自己在出车时没有仔细检查车况 才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 民警判定 大货车司机需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处以罚款100元 并赔偿五辆受损车辆的相应损失 在安徽宣城 有两名男子经常在网络平台直播 喝酒后开车 还多次挑衅警察 画面中是正在进行直播的男子李某 安徽宣城市交警发现 前段时间李某和同村的何某 经常在网络直播中 扬言要酒后驾车 两人的举动引起了交警部门的高度重视 前几日的晚上 交警发现两人又在网络平台直播 吃烧烤喝酒 并有可能酒后驾车 晚上11点多 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 来到了两人吃烧烤的饭店附近 两人在酒足饭饱之后 在驾驶摩托车准备绳子 在绳子的整个过程 也在进行现场直播 在现场 交警拦截了正在驾驶摩托车的何某 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随后经过抽血检测 何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达到了每百毫升123.4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此外 交警还发现 何某驾驶的是一辆无耗牌的摩托车 没有购买保险 并且何某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 它是一个准价不服的行为 对它这个行为 我们进行三百毫克 人民直接处罚 兵就十二分 近日福建泉州交警 在国道324一路口设卡检查时 发现一辆客车行迹可疑 民警随即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接受检查 当时这辆车有14个乘客 司机当时就是眼睛比较红 然后浑身的酒气 然后精神比较恍惚 他刚开始还不承认 他说是他长期吃这个冰囊 所以说有酒气 经检测 驾驶员麻谋体内酒精浓度 为每100毫升161毫克 达到了最佳标准 为进一步确认酒精浓度 交警将他带往医院抽血检查 最终结果为每100毫升 120.35毫克 在证据面前 驾驶员麻谋承认自己 前一晚和朋友喝了不少酒 本以为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该驾驶员就应受嫌危险驾驶 被立案侦查 并且刑事拘留 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 特大假冒某品牌 英童用品的犯罪团伙 不法分子利用假冒产品 以刺冲好蒙骗消费者牟利 今年7月份 上海宝山警方接到报案称 在市场上发现了大量假冒的 某知名品牌的儿童摇椅等产品 从产品细节及外包装来看 其源头极有可能来自 广东的一家质甲企业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 前往当地展开调查 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警方通过对线索 反复梳理和现场遁守 发现这家企业的质甲猫腻 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检查 它在它工厂的十多公里远的 一个小山村内 又复制了一套生产线 专门用于生产 假冒知名品牌产品的 经警方确认 在这个小山村的窝点 制成成品后 再被送往警方最初摸牌的企业 进行二次包装 并送往浙江义乌等地 进行非法销售 以此试图逃过 执法部门的监管和查处 经过缜密侦查 专案组充分掌握了 这一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和产运销多环节的犯罪事实 民警在广东 浙江和上海三地 展开同步抓捕 成功抓获 余某等 致受假冒注册商标罪的 犯罪嫌疑人22人 捣毁制甲工厂 仓库及销售商铺等窝点7处 现场查获假冒某品牌 婴儿摇椅等玩具产品 2万余件 零件20余万个 以及加工生产线3条 运输车辆等一批作案工具 经查该犯罪团伙 生产了假冒知名品牌产品 通过一无小商品市场 除了销往全国各省市之外 还销往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涉案案值高达2亿元人民币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这些假冒婴儿产品出厂价 只有60至80元 只是正品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且由于生产缺陷和原材料不达标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而且在纺织品上 会有很多多余的线头 消费者可以通过价格和产品细节 进行鉴别 它有很多的锐角 并没有磨平 这些都不符合安全婴儿产品的 一些的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会对婴儿的使用过程当中 造成一些伤害 同样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细节上的 一些做工上的粗糙 和一些证品上是有极大的区别 目前包括余某在内的十多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销受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梁某等12人 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近日上海江女士在朋友的推荐下 到一家美容机构做了双眼皮手术 但是没想到最终的手术结果 让她懊悔不已 我的眼睛是比较肿 然后一直想做 然后没敢去做 后面后来有个朋友说 她那个地方做得蛮好的 说一天要做多少多少 好友利剑 案例众多 江女士心动了 当天她就加了该机构的联系人微信 并且预约手术时间 谁知这竟是噩梦的开始 做完之后 这个眼睛就感觉 哎呀怎么说来 就感觉很恐怖 你出去买了人家说 你这个眼睛怎么这样的 江女士对手术效果十分不满 多次到美容机构讨要说法 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然后就一起找她 然后就跟她吵 吵到她一直说 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说我是疤痕 然后我就找到相关部门 就是奉贤的卫生部门 然后我就配合她 半天就过去了 经奉贤区卫健委调查发现 该美容院不具备从事微型整容资质 都说的药品大多为三无产品 卫健委工作人员当场作出处罚 要求美容院退回江女士所有费用 并没收了三无产品 专业人士提醒 就医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发现可疑的美容机构 一定保留好相关证据 方便维权 先保留一个相关的证据 主要有微信聊天的一个记录 包括一个转账的一个记录 我们会随后介入调查此事 然后对违法行为 做出相关的一个处理 现在许多不法分子 将传统的传销模式 转移到了网络上 四川省公安厅近日就公布了 一起网络传销案 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 2019年4月 四川广安杨某在朋友的推荐下 下载了一款名为 跨境宝的手机APP软件 在该APP购买虚拟货币激活会员 一个虚拟货币等于7元人民币 普通级会员最低需要20个虚拟币 也就是140元钱便可激活 激活后再次购买虚拟币 可用于在商城上投资红酒项目 并且还可以发展下线 坐等收益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 我投了这个6个账号 就是陆续我就投了10几万 推荐的几个朋友 从总共的金额 可能接近100万左右 据了解 跨境宝APP是一个 非法用虚拟币购买 虚拟红酒项目的网络平台 回报的金额 根据会员的等级 产生固定比例的收益 荷尔通级分为物级 普通级 印级 经级 北京级和转世级 它这个饭店比例 是由8%到12%比例的人 它饭店周期 从10天到6天 这个时间底间 我们以普通约来说 它1000块 1000个虚拟 7000块钱 10天只收获560元 我们去转世级对比 7000元 6天 那没有日子 你提升的话 它可以收获810元 除此以外 发展下限的收益 也很可观 杨某是钻石级会员 仅他自己就投入了6个账号 并直接发展了4名会员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的账户上就多出了6万余元 他们口中的红酒 从后买卖 既没有红酒 也没有买卖 杨蒙合理的6万余元 都是从我拿针头 提醒方的来合理 警方通过侦查后确认 该平台属于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平台注册用户达8043个 总层级达30层 涉案金额高达8700余万元 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 已悉数盗案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日前 湖北省首次对违规户外探险活动人员 救援费用实施了追偿 6名当事人向财政专户 支付了救援费用 前不久 谢某等6位游客 驾车违规进入湖北宜昌 南京关大峡谷溪流中游玩 当天下午2点多 河水水位上涨 6人全部被困在河中心 一块巨石上无法上岸 随即报警求助 伊陵区文化和旅游局 公安局 消防大队 及应急管理局等单位 迅速派员赶往出事现场 经过两个小时的营救 6名被困人员才安全返回路面 一共投入了46个干部职工 参与了救援 同时还有当地的村民 也赶入投入了救援 救援结束后 相关主管部门 依法要求其承担部分救援费用 但6名当事人均表示拒绝 随后 伊陵区文旅局决定 通过法律途径 追偿救援费用到底 最终6名当事人同意承担救援费用 并将费用支付到了 区财政指定账户 我们感觉6名游客在无视我们周边的安全旅游的提示 仍然进行了这样一个旅游的行为 安全是隐患非常大的 虽然说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 是我们公共资源应该去投入的 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旅游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么需要个人承担部分的救援费用 我们仍然要依据法律去追偿 昨天下午 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2019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15万亿元 同比增长3.3% 支出近18万亿元 同比增长9.4%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29.7% 从财政部公布的今年 前三季度收支情况数据来看 全国税收收入出现了小幅下滑 但减税降费的效果却非常明显 前三季度数据显示 税收收入自5月份以来连续下降 5到9月 全国税收收入分别同比下降7% 6% 2.8% 4.4% 和4.2%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其中工业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收入 同比下降4.1%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29.7%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8.1% 关税同比下降3% 从目前各方面反应的情况下减税降费效果良好 社会普遍反应今年实施的综合性一篮子减税降费政策 是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公平的会起措施 国新办公司 昨天介绍了央企今年前三季度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 央企实现营业收入22.1万亿元 同比增长5.3% 营收增速连续7个月在5%以上 总体保持稳中有静态时 今年前三季度 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2.1万亿元 同比增长5.3% 连续7个月保持在5%以上 累计实现净利润10567亿元 同比增长7.4% 效益增速比1到8月加快0.5个百分点 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万亿元 同比增长6.8% 今年以来 一直保持6%以上的增速 投资主要集中在 加大天然气保供 油气勘碳 5G商用开发运用 煤炭资源 清洁高效利用等方面 前三季度 中央企业总体上保持了 稳中有静的态势 从全国国有企业情况来看 形势也不错 这些都为我们完成好 全年的目标任务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彭华港特别介绍了 央企研发投入的增长情况 前三季度 中央企业研发投入 同比增长25% 增速在近年少有 在电网 电信等行业的研发投入 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农业农村部昨天介绍了 三季度重点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 表示9月份以来 猪肉供给阶段性紧张的局面 有所缓和 年底前 生猪产能有望探底会生 根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年初栏 5000头以上规模猪厂的全面调查 9月份生猪存栏 4445.51万头 环比增长0.6% 能返母猪存栏 610.47万头 环比增长3.7% 全国生猪调出第一大省河南 生猪存栏和能返母猪存栏 双双只降回升 规模猪厂生产恢复较快 生猪存栏已经触体回升 据我们对100家重点种猪企业监测 9月份后备母猪销量 环比增长70.7% 按照这一趋势 年纪前生猪产能有望探地回升 市场供应将逐步增加 明年有望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杨振海表示 目前各项针对性政策措施 对于生猪整体产能恢复 激发养殖户积极性的作用 正在逐步显现 生猪养殖盈利 持续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也有利于生猪产能恢复 生猪生产整体上 进入了探地回升的转折期 预计四季度 我国生猪产能下降的局面 将会得到改善 随着库存 冻肉 逐步除库 禽肉等续产品供应增加 续产品供应总体 是有保障的 看来猪肉后市价格走低可期 而9月菜篮子里的 其他数据当中 水果蔬菜的价格 也出现了回落 在大部会上 有一个数据很受大家关注 那就是9月份的水果价格 出现了高位回落 环比下跌了10.5% 就拿价格变化最大的苹果来说 最高时期的是13.49元每公斤 现在的价格是8.33元每公斤 回落了5元左右 水果价格是前高后低 出现这么一个明显的特征 预计后期水果价格 还将继续回落 年底前价格有望低于 去年同期水平 唐科介绍 今年3月以来 蔬菜价格一直处于历史高位 从9月份开始 出现季节性回落 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 每公斤是3.92元 同比跌了9.3% 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了1.8% 预计后期蔬菜价回落期可能会延长 但波动总体是符合常年的季节性的规律 需要密切关注不利天气 对产地转换的影响 防范菜价出现区域性结构性的大幅波动 从今年9月开始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三部门 在全国开展了 落实四个罪严要求专项行动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推动建立安全的食品药品环境 行动将持续到2020年12月 昨天三部门负责人 就专项行动的重点进行了解读 最高检第一次检察厅厅长郑新俊介绍 四个罪严是指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来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三部门将加强合作 重点打击发生在校园及其周边 餐饮聚集区 农贸批发市场 重养殖生产基地 菜篮子产品主产区 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冷库物流中心等区域的案件 检察机关还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制度 让违法犯罪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组织开展打击互联网 制售假类药 第二类精神药的专项整治活动 打击无证生产经营 使用无证医疗器械 持续保持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的态势 针对当前一些互联网网红食品 保健品 价格虚高 商品质量差 甚至非法添加新药成分等现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机查局局长杨洪灿表示 将对利用网络电商平台 社交媒体 电视购物栏目等渠道实施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重拳出击 张显中国新一轮开放吸引力的第二届进博会 将于下月5号举行 目前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日前 在运进博会最多展品的一艘巨轮 顺利抵达上海洋山港 昨天这些货物已经全部完成了查验 并顺利通关 这里是上海的洋山港 随着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展品从全世界各地运来上海 我身后就有一些集装箱 是这两天刚刚抵达洋山港的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集装箱里面的展品 进行一个查验 那么据了解 这一批的展品来自土耳其 包含了土耳其23个参展商的 150多种品类的展品 那么据了解 这些展品在这里进行查验以后 就会被运往这个进博会的展馆里 据了解 参展企业中有很多土耳其 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明星企业 例如土耳其最大的电器制造公司 韦世达生产的洗衣机 电视机 电冰箱等 以及土耳其特有的无花果 无子葡萄 开心果等干果产品 由于洋山港以欧美远洋航线居多 随着第二届进博会的临近 载运进博会展品的外轮将迎来一波入境高峰期 上海海关为服务好进博会 也是制定了进博会专门的工作方案 设立第二届进博会海关专窗 通过设立绿色通道 优化通关流程 做好第二届进博会的监管服务水平 今年的进博会 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将改名为科技生活馆 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届时会有哪些炫酷智能的黑科技展品呢 我们先来一读为快 即将亮相科技生活馆的这台钢琴 装载了自动演奏录音系统 不但能实时记录演奏者的每一次敲击 还能对录音进行现场编辑修改 即将上线的全球直播功能 还能让钢琴演奏会随时随地都能开启 比如说要听一场南南的演艺会 或者是某个钢琴家的演艺会 那有可能你就不需要跑到国外去 有可能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 即将展出的这台多功能料理机 是厂家还未发售的第七代产品 存有5万多道全球食谱 具备炒 炖 切 蒸等12项功能 让厨艺小白也能大显身手 让首先不会做菜的人能够做菜 让做菜的人可以健康地做菜 尽量让我们把全线的产品都放进来了 这个名叫RAWBOY的机器人 则有望成为科技馆的颜值担当 能听 能看 能对话 关节部位不再使用简单的电机 近次人类的骨骼 肌肉和肌腱都用3D打印完成 为了准备这个进博会 我们还让机器人学会了 怎么样来卖这个冰淇淋 甚至还学会了几句中文的对话 科技生活馆还新增了AR VR 人工智能等区域 目前确定在科技生活馆首发的新品 已经超过30个 昨天晚上23点21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4号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4号 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 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和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4号 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15次航天飞行 昨天 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 航空开放活动在吉林长春举行 从17号开始到本月21号 为期5天 八一红鹰多支飞行表演队 炫舞蓝天 歼20运20两款国产新型战机 首次展示航空开放活动 还有歼16等空军新型主力战机 首次进行特技战术飞行展示 让我们一起再到现场去看一看 来参观这些开放活动的观众 是各个年龄段都有的 可能大家对于飞机的了解并不一样 但是都是兴致勃勃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航空开放活动来说 不论是军事迷 还是对飞机并不了解的普通观众 都能够看的是津津有味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那如果大家也是像我一样 第一次在现场观看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一些表演队的表演 可能会更加的感兴趣 比如说今天有我们非常熟知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 被称为宫中仪仗队 那平时主要的任务是 对外迎宾和礼仪特技表演飞行 可想而知 对飞行员的要求会非常的高 队员也绝对是优中选优 以及还有红鹰 天之一 蓝鹰等 多支表演队 今天都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演出 以蓝天为舞台操控飞机 做出各种复杂惊险的动作 引起观众的阵阵欢呼声 那此外呢 今天还有作战飞机的性能展示 教练机教学展示 空降兵特战分队演示等等 这次呢 一共是有10型35架飞机 参加了表演展示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这其中还包括了 歼20 歼20等先进 机型 机型单机 或是双机表演 那在阅兵之后不久呢 他们就在长春再度亮相 这两个非常受欢迎的机型 出场之后也是收获了不少的欢呼 那这也是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20和大型运输机 歼20首次 在东北地区进行飞行展示 而且呢歼20此次 不但是双机飞行展示 还通过小角度上升转弯 单机直线拉起斜翻滚等 动作来展现一个战机的卓越的性能 和飞行员的一个高超的技术 昨天 为期四天的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 在河北石家庄的 鸾城机场拉开帷幕 博览会都有哪些看点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本届航展吸引了全球近30个国家的165家企业参展 现场不仅展出了上千架实用型 运动型 实验型等各类通用航空飞行器 同时还邀请来自瑞典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四支世界顶级特技飞行表演队的 12架特技飞机同场限制 机翼行走 360度转体 空中悬停 俯冲 跃升加急转弯等 一系列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表演 向观众展示出了飞行特技的空中之美 而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动飞机 无人驾驶运输机等 代表我国通航领域最新科技的机型 也亮相展会 昨天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西安航展 在陕西西安和魏南两地举行 本届大会将由飞行表演 飞机静态展 航空设备器裁展 等系列活动精彩呈现 为广大市民群众和航空爱好者 带来一场航空盛宴 记者了解到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期间 将有43架各类型号的飞行器 进行飞行展示和表演活动 此外还有众多国内的通航飞机参展 它们的特点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实用性 像眼前这款单发活塞式固定翼轻型运动飞机 可在400米的普通短跑道和草地等简易跑道起降 最大航程1600公里 最高飞行高度4000米 非常适合飞行驾驶培训和飞行体验 它的燃油获取方式非常方便 就咱们车用95号汽油 就可以满足它的飞机的燃油要求了 第二个是维护成本特别低 第三个它的安全性能非常的高 而设在西安的航空设备器材展 将有来自中航工业等500家 国内外优秀企业参展 展品总数超过3000件 涉及通航整机 电子通讯等多个领域 展现航空装备发展的最新成果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7号报道 海贝斯已经在日本造成至少77人死亡 这次风灾还带来了核污染物泄漏的危险 引发了民众关于核污染扩散的担忧 日本福岛县田村市政府16号表示 当天在与日本环境省共同进行的调查中 又发现了10个挂在沿岸树木等处的垃圾袋 这些容量约为1立方米的垃圾袋中 没有发现核污染物 应该已经被冲走 汇入河流中 此前 他们曾找回7个垃圾袋 里面的核污染物尚未泄漏 报道称 田村市政府测量了 垃圾临时堆放场 河流下游区域以及河水的辐射剂量 目前并未检测出问题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 日本的核飞器物处理部门 把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土壤 野草等都装在这些垃圾袋里 计划在指定的堆放处存放5年 田村市政府称 位于该市都路挺山间地区的临时堆放场 原本保管着2667个装有核污染物的垃圾袋 田村市政府称 目前还不确定有多少袋核污染物被冲入河流 相关部门将继续调查 据韩国媒体报道 有韩国记者事发后前往当地调查 发现这个核废弃物堆放点管理松懈 堆放点与水源之间没有任何阻断物 一旦出现下大雨 水位上涨等情况 这些垃圾袋就极有可能遗失 而且这种盛放核污染物的垃圾袋并不防水 落水后很容易泄漏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17号对外表示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6号晚发生6.3级地震 镇中附近的三个省等地均有人员伤亡报告 至少5人因地震引发的房屋倒塌或山体滑坡遇难 另有27人受伤 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仍在核实灾情 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据菲律宾山火地震研究所的监测结果 当地时间16号晚 菲律宾南部发生里市6.3级地震 镇中位于棉兰老岛的北戈达巴托省 随后镇中附近又发生多次雨震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法国 从本周末开始 巴黎动物园将展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 它的外表看起来像真菌 行动却像动物 目前科学家还无法对它做出具体的界定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 这种外表呈现黄色 看起来像真菌的生物 就是将在巴黎动物园与公众见面的神秘生物 岩石摄影记录了它惊人的生长能力 目前科学家将这种生物归类于年菌 据描述它没有嘴巴也没有眼睛 却依然能够侦测并吞噬食物 不仅如此 专家介绍 年菌虽然没有大脑 却具备惊人的学习能力 他会选择最优路线 到达放置食物的位置 甚至还懂得绕过障碍物 据报道 年菌通常生活在野外 不同地区的年菌特征也有差异 它没有四肢却能够移动 如果被切成两半 两分钟内便能自愈 此次在巴黎动物园 是年菌首次被放于器皿中 向公众展出 为响应清洁印度运动 印度再出狠招 在经济落后地区 新娘提交新郎在自家厕所自拍照 可获政府现金奖励 根据该计划 新郎需要在结婚前在家里建厕所 然后与厕所合影后 由新娘将照片发送给政府 在发送之后 这对夫妇就可以向政府申请 五万一千卢比 约合五千元人民币的补贴 其中四万三千卢比 将直接进入新娘账户 其余的则以家电 婚礼用品等形式发放 这项女性婚姻计划 是针对经济落后地区的 申请人需自行向市政机关 提交宣请表格 包括两份宣示书 和一张新郎在厕所内的自拍照 为积极推进该计划 本月十号约77对新人 在印度中央邦首府 伯帕尔的中央图书馆 举行集体婚礼 当地多名官员到场 并带头与厕所进行自拍 印媒称此举是为了响应 印度总理莫迪 于2014年推出的 清洁印度运动的号召 不过也有一些 即将结婚的人士表示不理解 还有一些反对人士 则批评称 该计划未考虑 农村地区的实际困难 仓促推行 或导致部分经济困难 家庭的男子无婚可结 报道称印度有超过一半的家庭 没有厕所 其中农村更是占到70% 人们习惯于在铁路 农田 森林 高速公路旁 露天排便 然而露天排便不仅会传播疾病 更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特别是印度女性 在户外方便时 经常暴露在被强奸杀害的危险当中 久而久之 厕所成了男性娶亲的刚需 当地时间17号 欧盟委员会与英国政府 就新的脱欧协议达成一致 来自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将会在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上 重点讨论这份新协议 英国国内也要就协议内容进行辩论 协议在欧洲议会和英国议会 分别批准后才能生效 由于欧盟内部和英国国内 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新协议能否生效 仍存悬念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17号在写给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的信件中说 他认为应当尽快完成 英国脱欧进程 并过渡到欧盟与英国 未来关系的谈判中去 因此他建议各国领导人 在峰会上支持这份协议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 巴尼耶也表示 他相信新协议将在 欧盟峰会上获得支持 并在10月31号 脱欧最终期限前得到批准 对于这份新协议 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 也普遍持乐观态度 我们现在试试试 我们现在试试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意见 但当然我们也认试 我们也认试 这份讯件 因此我说 这是一个好的信息 但我非常感动 与欧盟国家乐观的情绪不同 新协议在英国国内闯关的阻力不小 目前约翰逊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 在议会下院没有多数席位 协议能否通过 还要看其政治盟友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和反对党工党的态度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17号表示 新协议未能保证北爱尔兰的长远利益 不会支持新协议 工党领袖杰里米·克尔滨则表示 英国应该就新的托欧协议举行二次公投 一旦英国下院未能表决通过这份新协议 随着10月31号大线临近 英国脱欧困境将进一步加剧 此前约翰逊多次表示 无论有没有协议 英国都将在10月31号完成脱欧 但英国议会下院曾通过一份法案 明确禁止无协议脱欧 这份法案要求首相 要么在19号前达成新脱欧协议 要么向欧盟申请脱欧再延期 如果约翰逊不顾法案 强行宣布英国脱欧将有违法风险 并可能引发英国政治和社会新的混乱 当地时间17号 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安卡拉举行双边会谈 会后双方宣布美土达成协议 土耳其将暂停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120小时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在这五天内 从土方划定的安全区撤出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表示 双方达成的120小时暂停军事行动协议 已经生效 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将退出 土墟边境安全区 目前撤离正在有序进行 彭斯还表示 美方将不会对土耳其实施新的制裁 而一旦土耳其在续北部实现永久停火 美方同意撤回现有对土制裁 随后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召开记者会 称土方将暂停在续北部的军事行动 而非结束 并且土美双方同意将收缴库尔德武装的重型武器 摧毁其相关的军事设施 此外恰伍什奥卢强调 直到库尔德武装完全撤离后 土方才会停止续北部相关的军事行动 双方各自举行的记者会结束后 土耳其外交部还发布了土美联合声明 声明包括13项条款 声明指出为解决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关切 土美双方同意安全区的持续重要性和功能性 土耳其进化在续东北部建立一个纵深 约为32公里的安全区 用于安置数百万叙利亚难民 根据这项协议将主要由土耳其军队执行 土美双方将在执行的所有方面加强合作 此外 两国还将加强在叙利亚东北部 打击极端组织的力度 另一方面 军事行动在17号进入第九天 在叙利亚北部的哈萨克省拉斯爱因市 土耳其军队的炮击激起滚滚浓烟 笼罩在城市上空 同一天 土耳其继续向土穴边境地区派遣部队 在土耳其边境城市阿克恰卡莱 可以看到 土耳其军车源源不断地向叙利亚边境驶去 据路透社报道 续库尔德武装17号称 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已经造成叙利亚北部218名平民死亡 包括18名儿童另有至少650人受伤 联合国方面的统计显示 已有16万叙利亚人因战事流离失所 续库尔德武装则表示 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7万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6号发布了新版贺皮书 也就是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8月下旬以来 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以温和速度扩张 但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拖累了部分辖区经济活动 美联储这次新发布的贺皮书显示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活动继续小幅下滑 旅游业及相关支出小幅增长 房地产市场则变化不大 同时受商品价格疲软及贸易局势等影响 农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此外 企业非住宅类固定投资增速略有放缓 贺皮书还显示 美国就业人数略有上升 但劳动力持续短缺 仍然限制企业招聘 各辖区对专业服务和信息技术人员需求相对强劲 但对货运和制造业人员需求较为疲弱 部分辖区表示 由于订单数量减少 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裁员 大部分辖区表示 近期物价上涨幅度不大 零售商和制造业表示 投入成本略有上升 据法新社报道 政策制定者在为开始疲软的美国经济努力提供支撑 外界广泛预计 美联储将在本月稍晚些时候再度宣布降息 这将成为美联储今年的第三次降息 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贺皮书 通过12家地区储备银行 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 贺皮书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昨天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也是中国第6个扶贫日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不愁吃 不愁穿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 也就是两不愁三保障 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国务院扶贫办最近发布 目前贫困地区扭助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这个核心 精准实测 扎实推进 取得重大进展 为了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对各省区市脱贫攻坚成效进行了考核 考核显示 到去年年底 全国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的问题 基本得到了解决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 还有一些短板弱项 经过排查 全国没有脱贫的人口 有500多万人 三保障方面还存在问题 到8月底 这个500多万人 已经解决了300多万人 到今年年底 多数省份基本能解决 到明年上半年 应该说存量的这些问题 都能够得到解决 今年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的关键之年 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过去六年间 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 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该如何巩固呢 就此我们的记者专访了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夏耕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的贫困人口累计减贫 七个多亿 今年是精准扶贫第六个年头 我们的贫困人口 从2012年底的9,899万 减少到去年的1,660万 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 连续六年 平均每年减贫人口都在1200万以上 连续六年 贫困地区群众的收入增幅 都高于全国农民的收入的增幅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夏耕生表示 目前贫困群众 从过去只能获得单一性农业收入 到如今可以获得就业 公益性岗位 生态补贴等多渠道收入 扶贫成果显著 但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最后一年 扶贫工作依然艰巨 到2019年底 我们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 大概能减少125万 也就是说到2020年 也就是40多万 现在是还剩下94个贫困线 今年计划能够摘掉 72个贫困线的帽子 那么明年也就剩20多个贫困线 应该说也是比较脱底 但是始终不能松懈 此外对于已经见到扶贫成效的 非深度贫困地区 要巩固现有成果 防止烂尾情况的发生 通过这几年发展 这产业都起来了 收成能不能够变成收入 交述环节非常重要 贫困线摘末尔之后 继续拉入 省纪达委政府成效的考核 继续拉入督查寻查 好的 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观看直播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明天见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这档最天气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最像换季的昼夜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最近的天气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会选择冷 比起来咱们国家不少地方 尤其是北方 最近天气仿佛是从夏天 一下子来到了冬天 好消息是 今天全国大部分的气温将会步调一致的往上升 不少地方收温幅度还会达到4到8度 升温之后 中午前后 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会达到15度以上 一些地方还会超过20度 中午前后 走到外面感觉很舒服 不过这一早一晚 气温依旧很低 可以看到今天夜里明天凌晨 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 大多都会在5度上下 一些地方甚至还不到0度 昼夜温差普遍在十几度的样子 其实不只是北方 南方这些蓝色飙出来的地方 昼夜温差也会超过10度 像是河肥 南京 武汉和长沙 白天25度左右 早晚10度出头 一天仿佛穿越了两个季节 一件方便穿透的保暖外套是必不可少的 这第二个最天气最适合赏秋的地方 夜里的低温 我们带来了很多秋天的美景 像是图上我们标注的这几个地方 层林尽染 美不胜收 明昼两天就是周末了 您可以和家人 朋友来上一个赏秋之旅 不过这保暖工作可一定得做足了 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北京多云7到18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4到17度 长川多云转小雨7到18度 沈阳正云转多云7到18度 天津阴转多云11到19度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5度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到14度 银川晴5到21度 西宁晴转多云2到18度 兰州晴转多云5到21度 西安晴9到21度 拉萨多云转阴4到18度 成都多云转阴15到22度 重庆晴15到24度 贵阳多云10到20度 昆明镇云转多云13到20度 太原晴3到20度 石家庄多云转晴11到20度 济南晴12到20度 郑州晴11到21度 河肥晴12到24度 南京晴12到23度 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 武汉晴10到23度 长沙多云12到23度 南昌多云转晴16到25度 杭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 福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 台北多云转阴20到23度 南宁多云21到29度 海口小雨24到29度 广州晴19到29度 香港晴转多云23到28度 澳门晴23到28度 北京多云7到18度 南影的阶段 南影的风格 南影 lag 日常转晴19到29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